红仲秋事件引发了全民关注 网络上纷纷成立了挺红仲秋的粉丝团 而其中那有一群网友就主动发起 将在7月20号号召全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要求国防部给红仲秋一个交代 预计将会有上万人包围国防部 希望能替红仲秋套空道 红仲秋枉死军方调查动作太慢 引发全民公愤 网友号召走上街头包围国防部 在部队里面当兵是不能讲真话的 唯一会打两个这个专线的就两种人 一个是刚进来的新兵 他们还不知道这种部队不能讲真话的潜规则 他敢打 打完之后他就惨了黑道退伍 那另外一种就是退伍前两三天 他马上就要走了 大探1985国军申诉专线形同虚设 而遭到移送的医官吕梦颖其实是他的港黑 敢通声送之下才会发动 公民1985行动联盟720大游行 希望找真相严惩真凶正式军中人权 我们全体公民把国防部围起来 让国防部关紧闭 一起叫国防部长起床 生日红仲秋的粉丝团 已经超过16万名网友按赞 720游行当天也将有一万多人出席 从早上9点开始包围国防部喊口号献花 预计从爱国西路开始经过博爱路 最后到宝庆路绕国防部一大圈 要军方给个公道 晚上6点在立法院旁边有祈福晚会 受害家属献身说法 烛光牌制希望全民诉求能被听见 民众纷纷力挺 警方也将全天戒备 出动300名警力在博爱路驾驱马 游行周边严加管控 确保抗疫活动和平落幕 中天新闻刘世伟 周瑜如台北采访报道